我进到屋子之后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 她本人看到她之后 我问她的第一问题是 你是本岁人吗 然后她问我说她是本岁人 然后我问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想待在这里吗 因为她一直在哭 而且我看到她在跟朋友拍照 然后她就说不想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我的第一反正就是觉得 她很够不随 她需要平静 我就跟站在我旁边的那些人 然后她们先出去 让这个女孩 再不在这里 她可以带着安静的 然后那些男人就开始威胁我 她们就一直说 你不要管闲事 我们都知道 在开展工作了 这个我不能给你答过 因为这个数据 大家要鼓励谣言吧 我们这边已经跟了两个当事人合作了 因为两个当事人 都是我们这里环穿的 在训练人关系 昨天晚上刚好是他们订婚的时间 训练人可能想去坐一下 跟他放点烟花这种 但是外地游客可能不清楚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可能就在找这里 这个有他的民俗 他也哭表示一种 离开他的娘了 他不是也哭表示了吗 就是他误会我了呀 问题是他发这些东西 他又没有去了解清楚 而且我们这边的风俗习惯 他又不了解 他说那些是假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